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要写的是 spring 春 春天 春季 spring 春 横 横 横 大家注意这三横的长短是有讲究的 最下面第三横是最长 第一横第二长 中间一横最短 撇 那 下面呢是一个日 竖 横折 横 横 我们把音标 拼音标上去 吃温春 在中文里面呢 我们一般 可以说春 也可以说春天或者春季 可以说春天 后面加一个天字 或者是春季 季就是代表季节 是比较 我们把拼音标上去 春天 特一安 天 或者是春季 记忆 季 春天或者是春季 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春天的话一般比较口语化一些 春季的话就比较书面一些 但是有时候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在一些标题啊 一些文文学上面 或者是就最好用 比较正规的用春季比较好一点 我们现在举两个例句 第一个是 I like spring 我喜欢春天 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可以 这个春天可以用春季来替换 我喜欢春季 也可以 但是呢 就是用春天更好一些 更口语化一些 第二个例句是 We participated in the spring fair 我们参加了春季展览会 在这个例句当中呢 春季就 最好不要用春天来代替 显得不是很正规 我们一般不说春天展览会 一般都说春季展览会 或者是秋季展览会 在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就要用季比较正规一些 好 下面我们写 下一个 是夏 夏天的夏 夏 夏 恒 恒 撇 竖 恒折 恒 恒 恒 村口 下面是 撇 恒撇 那 我们把 拼音标上去 西 西 二 夏 那 春夏秋冬都可以说 跟天或者是 季来组合 规则都是一样的 夏天或者夏季 夏季比夏天更加 正规一点 正式一点 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句 Food must be refrigerated in summer 食物在夏天必须加以冷藏 Food must be refrigerated in summer 食物在夏天必须加以冷藏 好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秋 autumn A 油 t 油 M N 秋 秋天的秋 撇 我们把拼音标上去 西游 西游 第一声 秋 秋我们举一个例句 in autumn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one after another 秋天 树叶纷纷纷纷纷从树上掉下来 in autumn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one after another 秋天 树叶纷纷纷 从树上掉下来 我们最后要写的季节是冬winter 冬天的冬 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句 this walk will stop in winter 这项工作将于冬天停止 this walk will stop in winter 这项工作将于冬天停止 好了最后呢我们把春夏秋冬写在这根弧线周围 复习一下 春春天的春 春春天的春 横横 横 横 撇 那 树 横折 横 横 横 夏 夏天的夏 撇 树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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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 横撇 横撇 秋 撇 横 树 撇 点 点 撇 撇 撇 那 冬 冬 冬天的冬 那 点 点 点 这就是四季 四季 冬天的冬天's 因为冬天的冬天 leakedricular 冬天's 冬天っきater 春 夏 秋 冬 春夏秋冬在中文里面简称四季 四个季节 四季 四季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